嗨,欢迎收看绿语加油军,我叫马洪志明的三国的期望 今天是杜老师他用从今他使用过的好多日本语来跟日本女人一起 就是去咖啡厅的时候用的日本语他是使用一下 然后给我们看看 这次的目的是杜老师说是日本语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猜一猜 当然有字幕,但是没有中文的字幕 你们可以看看他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听一听 关于是咖啡厅 然后就是跟女人一起聊聊天 那样的一些短句子 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是来的 中文的字幕 周园海人 这边温柔 这里温柔 但感觉很开心 好感觉 今度 好怎么样 这次是杜老师说的日本语 你们听得懂了吗 他是通过就是交流的方式来学习的 就是学习日本语的中国人 他那个课文也没有看 所以其实这样的方式是很动力很强 但是结果是还是他会说日本语 所以这种自然的日本语 然后他说还是外国人多用日本语 就是那个国家的语言来谈一谈的话 还是就是好感提高的 所以还是你们也多多说 不用怕错误 好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谢谢收看拜拜